有想到第一组上台吗 没有 谁知道我们会第一组 就是 真的很紧张 我紧张 当然紧张 在这么多前辈选手 还有前辈导师面前 第一个上台表演 但是还好 就是激动会比紧张更多一些 当时超级紧张 感觉整个一摸心脏 都是在蹦蹦的跳 就感觉都有点发抖 也不知道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 性格 会怎么样说 我觉得没有表现的 最好的状态 有导师说我们的舞蹈 各跳各的 没有配合的特别的好 没有太整齐 我自己都能感受到 他们跟我 哎位置不一样了 哎不对啊 你是不是快了呀 你是不是 啊我天哪我慢了一点 当时运导师说 脚步核心不够稳吧 我感觉说的就是我 这个需要多加训练 正清老师让我们更勤加练习 也确实因为我们 在之前排练都是穿的运动鞋 然后这次上台是穿的皮鞋 然后自己不习惯 就会上台的时候 没有把自己的全部表现出来 然后下次的话如果 还有机会就是会更加热的练习 然后把其他的不确定的因素 也加在一起 一共的决心 首先我要选一个更好的歌 其实我觉得想被N1的选择 我觉得风格然后身高 然后表现力我觉得都可以打起来的 我一共的决心就是一定要把它完成好 然后展现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希望能够让老师看见 然后也希望自己的排名 能够更加往上升一点 京东宾选手 因为韩国的选手实力都很强 然后希望能够向他们讨教一点 做了一生的经验 马上就要一共了 我希望我的名字更高一些